广告小妹一日发文称林依晨被拍到怀孕大肚子 林志玲高龄怀孕却没被拍到 一定就是有猫腻 暗喻林志玲是找代理孕母 此言在网路引发争议 事件延烧整整一周 她今早7日终于道歉 表示下次会留意 不仅致歉 检讨也会改过 广告小妹今早先是发文 虽然自己没有攻击的意思 但强调能接受被骂 但是在社群平台公开发言本 就存在被质疑的风险 这点风险认知我是有的 也会进行检讨 但是当我公开停单运 却被扣上左胶的帽子 私身穿粉我无法接受 骂我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能骂我左胶 广告小妹也说 这些年来 我因中国人身份 以及政治立场被怀疑 世大外宣 也算合情合理 可是别忘记 党坚决反对代孕啊 我也有为此被骂反女权 拨削女性 Bug我我我来自女权 最高涨之地上海 还有人说 我是没良心的资本主义走狗 及右派 但是我是社工 希望众人能统一 逻辑再泡 不过 广告小妹随后在留言区发生 态度明显放软 并且首度道歉 我被骂的主因 我懂 的确存在揭露他人 隐私的疑虑 关于这点 我很抱歉 下次会留意 并且也希望做一个榜样 不仅致歉 检讨 也会改过 只是 各私讯者的讯息 会夹杂其他辱骂内容 譬如我的政治立场 国籍身份等 我希望能就事论事 感谢